歐陽娜娜的情況跟周子瑜是不一樣的 那周子瑜是因為他有一些 比如說表態 國旗 或者像張璇也是這樣 或是代理人 或是盧廣仲 就是因為他們在臺灣的活動 被人檢舉說認為是臺獨活動 然後因此被中國的市場網民所打壓 那是因為他個人的一些政治的特質 或是他身為臺灣人本身 那歐陽娜娜其實是相反的 那正是因為他是臺灣人 他有中華民國國籍 而且他自己認同中國 他說他熱愛這個祖國 他很光榮 那他也明明知道那個場合是怎麼樣的性質 他自願去 甚至認為是一件光榮的事情 所以跟過去的藝人打壓是不太一樣的 藝人第一個他需要市場 他需要活路 第二個是中國的環境 就是一個會做思想審查的 所以你有一些不容易他的 你會變成是你的飯碗會不飽 然後你會被逐出那個市場 所以你可能甚至是血本無歸的 第二個是他 他不但是對你對藝人做言論審查 他的言論審查 其實針對臺灣是有一個禁逼的作用 也就是說他對臺灣有政治目的 像這個場合其實就是統戰的場合 就是說臺灣的人 他這個變成一個宣傳材料 就是說四海一家 然後臺灣香港人民都來歌頌祖國 他就是一個所謂樣板 問題是說我們一個民主社會 我們怎麼樣面對這種 我們是認為他是有侵害到 我們的什麼嗎 如果我們跟中國一樣玻璃心 然後說認為這樣子損害臺灣的利益 損害了國家安全等等 那我覺得是有一點無限上綱了 我覺得是可以切割的 儘管我要加一個儘管 儘管中國對我們是有敵意的 儘管中國盡無所不用其極的 對藝人在做四項審查 儘管中國會利用市場來 市場力量來利用藝人 這麼這麼不好的環境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大度 就法論法就是文化部或是陸委會有提到 就是兩岸條例三十三條之一 所謂合作行為 就是跟中共的黨政軍行政機關 做政治工作或是影響國家安全的合作行為 那我們就說我們這件事情 有沒有到算是政治工作 他有政治性 是 但是他本身 畢竟他是一個歌唱表演的形式 所以他距離政治 所謂政治工作 還有一段距離 有沒有影響國家安全或是利益 有可能有 但是可能並沒有那麼嚴重 真正要講是可以罰 是 但是我不認為處罰 他是一個好的方法 那或許針對這件事 是我們可能會切幾個層次 一個是所謂的政府官方 具有公權力的這個層次 一個也許是民間的層次 那我當然清楚 網友們對這件事 其實是很生氣的 那所以不管是網友要發起抵制 乃至於所謂的那個 去任何的批評 包括我們這節目要討論 去批判 我覺得這都是合理的層次 是 但具有公權力的政府單位 不管是陸委會 文化部乃至於行政院 您不認為在這件事情上 何時去查處 對 我認為說第一件事是 雖然就法論法是可以 但是可能並不是很有 很明智的 第二件事是我擔心 如果我們把它上綱成國家安全 我們從一個程度來說 跟中國是一樣的